- 赞讨计分析 - 赞讯分析 善言 孝顺 富杰人 很热心 很超美 我五岁的时候就很浪漫眼 然后就残障 然后这个没有自信心 自表很重 我刘凤莲 我是残障人士 女孩子们爱我 真爱 当然这个 刘凤莲 我老婆 我女儿 我儿子 是最重要的 我会忘了 她的聪明不在 你也一直不在 她的思考也不见 她的烂心不见 你在后面 她以前是玩阳光 她是玩阳光 车椅爬山是我最快乐的 快乐的 骑驾车 台湾也环岛了 百岁我也爬完了 这一生就全部都爬完了 她跟我讲 这什么事还算了 对我来讲是完全没有症状 我自己不会感觉怪怪的 记忆不会有不好 不记得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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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人会玩饭吗 很奇怪的是 饭还要吃黄蜜以后 她常常会下手交流 很奇怪 她不是很 她在她很运气 她的眼睛怎么会这样 过来有一次我在电视上 她要让失智症 很好的宣导 我心里想 嗯 她快不会死死了 没想到 我进去 马上确诊 她在苹果一百元 是女的十一月 就确诊了 十二分 生病以后 她几乎没有 她认识拿下老公 就是在下 亲朋好美人 因为她 一路脾气都不敢要加 而且她以前很荣荡 我家以前是常常 她吃到日后 都不得了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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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烫饭 来吃饭 来玩游戏 而且自从她生病以后 家里都不得了 心情 就从冰沟一样 就在里面那样 她奥会馆以后 我发现很好的改变 饼干 做饼干不难 打面开始 那就怎么绞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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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弄 我就想办法 再弄快一点 因为我是阿斯莱斯莫正的病人 很快就忘记 可是这种不会忘 因为我来过的地方 他不会忘 草草的薪水没关系 只要有运动就好 自己就不会说 我都是没有用 太多了 一大堆人在一起 要搓饼干干什么 那活动就很多 对自己会觉得 我越来越好了 他愿意很大 他感受到很备暗的 我告诉他说 您快 您要加油 因为我们只要容易上课运动 心情快乐 跟病共存 你就可以hold住 你的亲密的那个症状 如果说 找不到我 你要看这一个 你要看到这个 这个是谁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 这样子的 挂着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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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